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 我现在在Service Ontario门口在等候Pointments 我来换一下我的car plate 然后呢,我突然间想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知识点 就是关于地税的 大家知道在加拿大沃泰华这边养房子 一年要交两次地税 第一次地税的账单是三月份来 这三月份的账单包括了一月到六月的地税 第二份账单呢,应该是在六月前后来 最后一天应该是六月十七还是二十七号 这张账单呢,就包括了后半年的 那有卖家就问说 那我房子是五月份上市的 我是七月份交接的 那我六月份这样张账单还该不该付 那是不是应该由买家来付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账单是谁收到的,是谁的名字,谁就付 比方说你已经收到了后半年的账单 那你就要把它付清 那如果这个房子是在七月份交接 那打个比方从七月二十号交接吧 那七月二十号到十二月三十号的地税 你是不是已经先付了 那在交接过户的时候呢 你的律师会跟买家的律师提出来说 OK,所有关于这个房子 卖家已经先付的这些东西 都要按照天数给还回来 如果你把后半年的都交完了 它是七月十五号过户的哈 那买家呢就按照天数 把从七月十五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 你已经交了钱,还给你 所以说呢这个地税这样子的 因为最近在交接的时候 有一个卖家问到我这样的问题 我就录个小视频 给大家做一下小科普 是什么东西 我估计是你 你给大家按照天数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